為什麼住院 3月17號吧 打完Leadable 我就很開心想說 是贏前的Session 然後中了一個頭獎 我就忘了那電影多少 兩三千枚 忘記了 然後我就睡一下 然後我就跟家瑋去吃拉麵 吃完我就回家睡 然後起床 我就發現 肚子有點痛 不舒服 應該說我這一年 腸胃都有點怪怪的 自從我去了新加坡 吃了一個喇沙 就是腸胃就一直很容易不舒服 我32歲之前腸胃 我覺得都還蠻好的 不容易拉肚子啊什麼的 然後因為禮拜六 通常我都會睡得比較晚一點 所以禮拜天起床 我就發現肚子好不舒服 我就先去買藥 買藥吃 吃完然後發現 噢幹還是好痛喔 我就去診所看 想說噢幹那我應該是腸胃炎 或什麼的 然後我就吃藥 然後診所還幫我打一個止痛針 然後說你這可能是 就腸胃炎吧 我想說噢幹那真的也太痛了 但因為也不是第一次了 然後我回到家 好像七八點的時候吧 我就說不行 我他媽要去醫院掛急診 我是個很有法治概念的人 我尊重這個地區醫療的這個分配 不浪費醫療治癒 我是覺得我沒有感覺快快死了 這是先診所 反正我就去急診 然後醫生就是摸了我幾下肚子 然後就說你應該是急性腸胃炎 那就是感到我這次真的很嚴重 可是我真的很痛 痛到就是沒有辦法再走路了 反正我就在急診室躺在那個床上掉點滴 反正他就是幫我在打止痛針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抗生素 就是想辦法把那個細菌給殺掉 那時候就是很痛苦 所以我就睡睡醒醒 睡睡醒醒 那時候我女朋友就陪我 到大概半夜一兩點吧 然後我就醒來了 然後醫生就說 喔OK可以出院了 然後我也就好了 就是狀況好多了 我就沒有那麼痛了 我就回到家 然後我就睡著了 那禮拜一天半夜才睡著 然後到早上五點多 我被痛醒 就是我就在後面那張床 我就是整個這樣子 真的真的是 幹你老實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我那時候就知道 幹我絕對是怎麼了 那個痛已經是 很像有人拿一個那個棍子 在你肚子裡面在那邊 腳痛到一個炸裂 這輩子沒有這麼痛過 我就直接跟他衝下去叫計程車 我也不知道我那時候的狀況 到底叫救護車 是不是也太浮誇了 有廟會在我肚子裡開派 我覺得真的 就是開洪趴 幹這真的超級浮誇的 然後我就 就要急診 到那個 到醫院 然後那個醫生又看到我 我就說你怎麼又來了 然後他就發現事情有點不太對勁了 他就又摸了我肚子一下 因為我每次去醫院 醫生都會摸我這邊 但我就說沒什麼 但他這次摸就是超級痛 然後他就說 那你這個應該是 急性藍尾炎 趕快就是 去做電腦斷層掃描 那時候剛好急診 蠻忙的 所以我又等了一下 電腦斷層掃描 結果就是你的這個 肚子的腸胃的這個 右下角的 就是很 很發炎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這個是 藍尾炎 必須要趕快去切除 但因為那時候早上 然後一定要動手術 然後動手術 一定要有家人 那我那時候就想到 就是說 趕快打給我媽 然後用我媽過來這樣 但是因為手術房 那時候都是滿的 然後能動刀的醫師 好像也要等 反正他就是說 你可能要到下午才能去動手術 所以我就是早上六點 就是一直打那個止痛症 消炎藥 抗神術等等的 然後我這真的 已經痛到沒有意思了的 就是即便他打那個針 都還是超級沒有意思 然後我就在迷迷糊糊當中 被推進了那個手術室 然後我覺得動手術 還滿有趣的 我還記得我準備 他就幫我帶一個 那個全身麻醉這樣 然後他們在動手術的時候 都還會聽歌的 我覺得挺酷的 有 睜開眼睛 好像已經下午四點了 然後他們就說什麼 反正就是把我的這一個 藍尾眼給截掉 就是腸胃的最尖端 然後那個藍尾就是 已經變成是一個 小香腸的形狀了 就是浮走 為什麼會發炎 就是有很多那種 小糞便卡在這邊 然後最後完全的卡住了 然後他就爆炸 真的是 爆炸 然後就很多那個發炎的 那個組織衣在你肚子裡面亂喘 因為我忍太久了 所以就已經是一個比較嚴重的藍尾眼 一般的藍尾眼可能就是 你肚子開兩個洞 然後切掉就沒事了 但我的肚子開四個洞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我的藍尾眼 同時併發腹膜炎跟 菌血症 而且那時候醫生跟我形容 菌血症的時候 我是超嚇死的 他就說 我現在不知道你這個細菌是什麼 然後我們需要培養 那培養出來有可能是 很好的細菌 然後也有很壞的細菌 我們不確定 你知道他這個講法是什麼嗎 他這個講法好像就好像是 我可能有1out或是2out 不會吧 他媽的都用G3K啊 我的人生會GG那種感覺 不要擔心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講法就是 可能會有1out或是2out out我現在還在這邊 所以就那個out沒有開出來 出院前我有跟我 美國的同事聊 我同事就說 欸你這禮拜怎麼了 怎麼消失了 都沒有上slack 我就說 因為我就是藍尾眼 我就說我根本不知道藍尾眼的英文是什麼東西 我就說我腸胃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必須要在醫院一兩個禮拜 就是用一個非常簡單 他就說是 什麼什麼什麼嘛 然後他打一個他把我根本看不懂的醫學學名 然後我就google 藍尾眼 我就說對就是這個東西 他就說 那good luck 然後我就說 What do you mean good luck 他就說 他也藍尾眼過 他藍尾眼 阿炎 然後叫救護車 開刀 住院一天 花了三萬六千美金 然後聽到 我就說 幹 幹 你鳥 啥小子 三萬六千美金 好像也不太意外 就是美國 美國都是這樣子 反正我當天就出院 我就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錢 這樣 我沒有叫救護車 我就是開刀 然後抗生素用的比較多 那個藥材 那時候護士跟醫生在跟我講藥材 我就說好 都用 單人病房 我就說好 都用都用都用 他們就說好好好 反正我就覺得 我是用蠻頂的啦 應該是台灣最頂 反正他們說什麼 我都扣 你瑞士多少 我都扣 因為老子根本已經 痛到一個阿嬤不認得了 反正我確定一定是最頂的 最後 最後 好像三萬多吧 我住院七天 動同樣的手術 三萬六千台幣 我同事住院一天 動同樣的手術 在美國 三萬六千美金 台灣醫療我只能說太偉大 可是我覺得這也很可怕 第一個事情就是 為什麼 為什麼台灣可以這麼便宜嗎 我想就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一定是 就是台灣醫療人員 就是用勞動力 然後去硬拼出來的一個結果 第二個原因就是 健保 不太妙 健保這樣能賺錢嗎 我也不太確定 這可能要好好的study一下 經過了這次事件呢 我決定我要戒煙啦 前幾天前我就是沒有辦法 這音樂抽電子眼裡 他媽太靠杯了吧 對不對 我就根本不可能抽 其實醫生就是一直要我說 你要多去動一動 不要讓這個傷口沾黏 這樣子你才會跑得比較快 那我那時候想的做法就是 第三天我就開始給起來了 你知道我的起來是怎麼樣嗎 我演繹一下 假設這是病床 我的起來真的是這樣 超級慢的速度 這樣子 我大概花個五分鐘這樣超級慢才可以起來 第三天的時候我頭一次的起來了 可是我就是在醫院的那個病房裡面 一直亂走亂走亂走 然後等到第四天半夜的時候吧 我就是會 因為他早上跟中午都會打很多抗生素 我只要打那個抗生素 我就覺得好暈喔好暈 所以我幾乎都睡早上跟中午 反正我半夜就想說好 那我就一定要成功的 能走幾步是幾步這樣 然後我在走路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可能會從這個病房的 那個病房有點像是一個mur字型 我在mur的中間 可能他有大概四五十間病房吧 我就是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 走到最底 我走到最底 然後再這樣走回來 然後再這樣走過來這樣子 一個 我就一直這樣持續一個 這樣子的行走 因為我走的時間又都是半夜 我每次走到一個mur的某一個定點 我就會聽到那個 病房裡面有一些聲音 女生的聲音 然後我第一次經過 我就自然就想說 喔那就是有人在講話 第二次的時候又在講話 我就想說喔那就蠻難 蠻能聊的嘛 我就想說那也沒差 我繼續走我的 不干我的事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走 我們要走 可是當這件事情發生到 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的時候 我每次經過都聽到我的聲音 而且不只第四天 然後第五天 而且我發覺 那個聲音是有點一樣的 可能就是經過什麼 麵包廣播什麼 新鮮現烤麵包三個一百 三個一百 就是重複的話 是一直一模一樣的 一直模一樣的 可是我也不好意思的 感那麼靠北 就是我蠻好奇的那時候 就是我也不可能耳朵貼在上面 聽到耳朵在講什麼東西 算了 反正我覺得也沒有在意這樣 反正我每次經過我就知道 就是那邊會有一個聲音 這樣 但我還是就走了 但其實晚上的音樂也不可怕 因為其實人還蠻多的 就是護士啊 或是護理師 他反正知道我出院的最後一天 我無聊 我就是跟護士聊一下 我就說 我每次經過那邊 我都會聽到那個聲音 那個那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他就說 那是一個比較難過的故事 就是有一個比較年輕人 他可能是足夠的上班 工作壓力很大 所以他抽煙就抽很大 然後飲食也就是非常的不正常 然後有一次他在開車的時候 老婆在旁邊 然後小孩也在後座 然後他就是突然的心肌梗塞 然後就趴在車上 但好險最後沒有車禍 然後從此就是這樣昏迷了 所以那些其實是 老婆跟小孩給他的打氣聲 跟著類似說 爸爸你要加油啊 你一定可以好起來的啊 然後還帶著一點錯氣 反正我當下就覺得 哇阿翠好可怕 所以呢 以後就是把這個煙給戒掉 不要讓愛妮的人擔心啊 反正我有把這件故事 跟一些我的朋友講 然後有些人就直接笑說 屁啊你媽媽怎麼可能戒煙 然後我就說 好那如果你覺得我戒不了 那你要跟我賭 一賠十 你給我一千塊錢 在未來我還活著的日子裡 你只要看到我抽煙 我賠你十倍 這個賭注永遠生效 我目前收了一千七 有三個人跟我對賭 然後妍一就跟我說 你要思考一下那個 你到底為什麼會想抽煙 他就很好奇 然後我就思考 我最想抽煙就是 手劍跟嘴劍 我的嘴巴就一直 很想要吸一個東西你知道嗎 我買的這個奶嘴也是 我就一直很想要吸一個東西 我的嘴巴真的很賤 然後手也是 我的手就很想要捏一個東西 就跟男人想要抓奶的那個慾望有點類似 就是我的手上一定要有一個東西 來去幫助我思考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是想說 那我就拿著一支筆 當我在思考東西的時候 我就拿著一支筆 當我想咬的時候我就咬這支筆 想跟我對賭的人 歡迎歡迎一賠十 永久生效 而且在我很難過的時候 一直有一個念頭就是 我不能死 秋吉祥你一定要成果這個東西 你一定要好好的康復 好好的去對抗這個痛苦 什麼傷口沾黏很痛 但是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復健 我死了 爽的就是毛啦 所以我不可能死的 我要讓毛感到痛苦 我不能讓他這個760美金 拿得這麼的開心 你想拿沒關係 那就是24小時 你贏了也沒關係 至少我讓你24小時沒睡覺 我好開心 我看接下來是誰得這個盲腸炎 我已經沒盲腸了 接下來就是你得盲腸炎了 但我有問醫生說 醫生我每個禮拜五 外商公司嘛 所以禮拜五可能就會比較累一點 可能20幾個小時沒睡覺 然後就會睡比較久 所以我是因為這樣子才得盲腸炎了嗎 他說其實也不能這樣子果斷 可能有慢性也有急性 他說有可能就是你前一刻 就剛好有一個世界無敵鑽石硬的這個糞便 剛好就卡在那邊盲腸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身體健康最重要 然後不要勉強 真的是不要硬硬 因為其實有時候打尼勒波 我過去打半年 我真的 其實有個兩三次 我打到半夜是真的很不舒服 但我還是硬硬過去 我覺得像如果像遇到這種case的話 我就一定 一定就是 那就讓他那個 但是我覺得 那個醫生有對我的雞雞做一些事情 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情 因為我那一個禮拜多 我都沒有辦法洗澡 我就昨天洗澡 然後我就發覺我的雞雞的蛋蛋上面 有很多薄膜 就很像塗了很多膠水在我的蛋蛋上面 我就覺得我不知道 我到底被做了什麼事情 不知道 然後反正我昨天洗澡 我就想要把那些薄膜給刮掉 然後刮掉之後 然後就一堆紅紅的 紅紅的東西 我都不知道死了 對醫生也有幫我除毛 所以我現在是 白斬香 因為他的除毛超靠杯 那個毛不是一片的嗎 一片毛嘛對不對 他還是除一半 一半光凸凸 然後一半很長 根本是光凸凸對不對 所以七天之後 這些已經長出來了 然後你就知道那種毛 就是只長一點點 幹會很癢 我現在就是處於一個老二很癢 但因為老子 我必須他媽要開實況 不能一邊開實況一邊抓老 而是 如果是假的 然後可以這一根 封呔 後面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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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